西方史学史 在西方历史上延续千年之久的拜占庭帝国 留下了浓重的历史篇章 拜占庭之所以重要 部分归于帝国及其都城 却是坦丁堡的特殊的地理位置 它地处欧亚大陆之间 黑海之冰 波斯普鲁斯海峡两侧的海角之上 各所欧亚两州交通之咽喉 这样的地理位置 不仅有利于东西方贸易的便捷 与文化交流 与融通 而且在军事上 无疑为军事坦丁堡抵御 自保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这是拜占庭帝国得以维系 千年之久的重要原因 拜占庭帝国 疆土广阔 包括巴尔干半岛 小亚西亚 叙利亚 巴勒斯坦 埃及 美索 布达米亚等地区 这一广阔的地区 一直为四 能强敌 活势单单 但拜占庭的人的政治智慧 和富国强兵的手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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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